NTU或操作教学影片批改作业篇 或提供相当方便的线上批改工具 让教师与助教不必在下载作业 可以直接在网页上浏览学生的作业 并打分数写评语 也可以是需要回传档案给学生 您可以透过三种方式开启线上批改工具 协助您更有效率的完成批改工作 首先向您介绍第一种批改步骤 您可以从首页的代办事项进入批改画面 如果有同学已经缴交作业 您可以在首页的右下方代办事项中看到这些作业 前面蓝色圆点的数字表示还没批改的份数 接着请按下这份作业 就会进入Core的作业批改工具了 现在画面上显示的是这位同学的作业 您可以在右上角看到这位同学的名字 也可以切换到其他同学 如果同学有缴交一次以上的作业 您可以在下方选择不同的版本 而下面是这份作业的档案名称 右边可以点选下载 您如果想要输入成绩 请在评分下方的空格中输入 如果您想要给同学一些评论或回馈 甚至是回传其他的档案 请在作业评论这边中输入 完成后记得按提交 就可以传送给学生了 接下来向您介绍第二种批改作业的步骤 您可以从指定的作业页面中进入批改工具 请您先进入作业画面 进入后点选您想要批改的作业 这时候您会在右边看到作业批改模式 请点选这个按钮 接下来您会看到刚刚介绍过的画面 这时候您也可以开始进行批改 最后向您介绍第三种批改作业的步骤 您也可以从成绩侧的画面中来批改学生作业 首先请点选左方的成绩按钮 您会看到画面上出现这个表格 第一栏显示学生 第一列显示每一项作业 您可以点选某位学生绞交的指定作业 并在框框中直接输入成绩 您也可以点选方框旁边的键号按钮 按下去之后您会看到画面右边弹出详细资料的视窗 您可以在这里打分数 检视绞交情形或给评论 也可以点选最上方的作业批改模式 进入刚刚介绍过的工具来进行批改 步骤总结 首页的代办事项 一登入ntu code进入课程页面 二在课程画面最右方的代办事项中点选学生绞交的作业 三进入作业批改模式 浏览完后给予分数和评语 四批改完成后点选右下方的提交储存分数和评语 您也可以从指派的作业中进行批改 一进入作业画面 点选右方作业批改模式进行批改 二步骤和上述相同 完成后记得按提交 最后您也可以从成绩册来批改学生作业 一进入成绩册 找到某位学生绞交的指定作业栏位 输入成绩 二点选栏位中的箭头符号 查看作业绞交情形 输入分数及评语